严廖村的山岭福德庙配合中央防疫规定 原本每年春节前夕五十开庙门 要把发财金还有平安万福餐活动全部取消了 山岭福德庙也呼吁民众为大家健康呢 切记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严廖村山岭福德庙香火鼎盛 在每一年的春节除夕五月时 都会举办开庙门发财金以及平安万福餐的活动 由于今年疫情严峻 庙方今年是暂停举行 在这里也跟所有的乡亲来报告 因为今年武汉会员的严重 所以我们每一年在福祉 开庙门发财金的活动 今年可能就要来促销 因为防疫的关系 不过 希望大家在过年期间 可以起来北公的这里 来来北公的 来来参与 来来拜拜 来北公的同样 很好 大家都可以损失 都可以来健康 探大地 每年的春节期间 来到山岭福德庙参拜的信徒相当多 庙方也希望在一起期间 来到山岭福德庙的信众 能够遵守中央防疫规定 佩戴口罩不只能够维护自身的安全 也能够保护大家的健康 记得丁捷收工箱采访报道 好 感谢观看